明年1月就要選舉了 出能股還有什麼佈局的機會嗎? 選舉還有兩個半月 還夠炸喲 10萬訂閱,謝謝你們 未來一起努力吧 大家好,歡迎來到財經即時通 我是愛麗絲,歡迎我們胡真鴻、胡老師 愛麗絲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老師,現在世界各國都在推行出能這件事 還有就是節約、環保、審碳 那現在對於儲能股方面有什麼留意的指標嗎? 其實儲能股應該是 我話是沒記錯的話 應該都是從7月份有沒有 那時候大家在那邊因為夏天用電不夠 對不對,大家會怕 然後就開始在炒儲能股 那當然政府也是針對儲能股 也是說儲能的方面有在鼓勵 可是投資朋友這個炒作之後 我覺得他應該也差不多已經 應該是這樣講啦 這個題材再怎麼炒 也沒有辦法再把股價拱上去 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因為其實很多儲能股都已經盤同 甚至於盤同完成 已經往下走了 那現在就是變成什麼? 只是在反彈 那這個反彈的時候 你反而要去注意 那注意什麼我們就來看 好,我們先來看這個華城 華城在這個地方應該是 它是最後一棒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去放空它 認為說這個股價 之前華城你知道幾塊錢嗎? 不知道 十幾塊而已 好便宜喔 搞到應該300 已經搞到300多塊 真的嗎? 所以這種 它的這種漲幅已經是真的蠻誇張的 就是說它的一個整年度來漲幅來講的話 我記得那十幾塊也是在兩三年前的事情 那就一直漲一直漲 漲到300多 我覺得再多的利多也該反應完畢 也差不多了 對,差不多了 那後面的會衝到300多 也是因為很多人去放空 覺得這個股價不合理 那就被法人或主力鎖定到 所以就把它怎麼樣? 嘎到300多塊 好,嘎到300多塊之後 當然很多的空單就開始認輸了 好,那認輸字就開始回檔 那回檔之後 當然現在的眷值比還有37.94 還算蠻高的 那到底有沒有機會再嘎空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這些人不會再去空了 那再來就是融資 反而融資是在高檔買進的 就停留在那個地方 那現在變成什麼? 空單退場 多單進場 那多單進場是被套的 不是賺錢 這樣被套的應該蠻多的吧 對,就是你可以看 量比較大的反而都是在多少? 250塊以上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你又再去追 會不會又套到高點? 蠻不合理 你這樣只會追高吧 對對對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兩個高點 如果這個地方 不小心又跌破了 之前的230塊那個附近的話 也就是盤頭的一個景限區 那很抱歉就是M頭成型 那M頭成型當然 這就代表它已經步入到空方的市場 你這個要非常的注意 那儲能股在這地方 我跟投資朋友講 你如果手上有 先保再說吧 因為我覺得 這題材再怎麼吵 都大概這樣 尤其有一點要跟投資朋友提醒 因為儲能股很多都是說 接到國家的訂單 對不對?政府訂單 那我會覺得投資朋友提醒 我說你要跟政府或跟國家做生意 你不可能有很大的毛利率 因為你的毛利率太高的話 那個債野黨就會幹掉了 對不對? 所以你那邊關山勾結 怎麼利率都那麼高 賺那個差價 對!怎麼會賺那麼高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跟你講 所有的那個指教跟政府的案子 基本上毛利率都不高 所以你這點是要有一個這種概念 才不會每次去追在高點 那再來看我們中興店 中興店就最明顯了 中興店就是之前兩根跌停之後 他們盤盤盤盤盤盤的老半天 大家還以為他要盤底 要打底了 就跟現在一樣對不對? 大家以為說要打底了 要再來一次 沒有啦 一直破底了 有沒有 破底之後再破底 破底 又再破底 所以投資朋友 你這個就回到剛才我所講的 這些的儲能股 之前會炒作上來是因為 那時候電子股並不是非常的好 然後大家就開始去針對這個 剛好缺電的一些概念有沒有 去炒作 因為他之前的籌碼比較安定 所以大家就去拼命去搶這些股票 等到搶到後面結束了 大家又不知道 他就全部放了 對 散戶不會放 都是主力在放 就主力放完 那些散戶就套在上面了 對 他們又死 應該是說 第一就是說 不吸心 就是不願意走 然後所以才會出現這個盤底 那盤底的原因也不是真的盤底 就是散戶認為拉回可以找買點 因為跌不下去 對 散戶就很奇怪 只要跌不下去認為那個叫做達底 沒有那麼簡單的技術分析 有那麼簡單我還研究它20幾年 就是笨蛋白癡對不對 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投資朋友 有時候盤不是叫盤底 而是叫什麼 叫出貨 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 再來就是大雅 大雅之前也是很多人去買 也是搶在多少 30 40是最多的 30幾塊40塊 運動的量非常大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是急掌 你可以看到最前面那時候是在急掌 他升很快 對 急掌的時候大家都去介紹 大家去搶 然後結果盤盤盤盤盤盤 盤了多久 盤了兩個月 然後就破線了 破線之後你以為那個地方 叫做什麼 拉回找買點 之後就開始又破底破底 所以投資朋友像這種行情 會在很多的個股身上會發現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大盤 本來就不對勁 所以投資朋友你要非常的小心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給你介紹到這邊 感謝胡老師的分享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財經資訊 歡迎加入老師的Line and Telegram 我們財經及時通下次見囉 掰掰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實地擇方產業 旅財周刊頻道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周刊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